大腸經荒寮 我們今天都是我們的荒寮系列 經樂荒寮系列 好 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大腸經荒寮是甚麼來的 終於有一句說話就是廢主一身之表 廢主皮毛 我們經常講的廢主皮毛就你疏鬆 就是說如果你的肺那區的毛孔粗大 其實你的皮膚的毛孔都會粗大的 主皮毛就包括了皮膚、汗綫這些組織 就和大腸相表淚 讓我一會兒 讓我看看我的聲音 大家聽不聽到先 先聽一下 不知道聽不聽到 聽到了 好好好 可以 大腸和肺亦互補 形成一個表淚的關係 當肺變得弱的時候 大腸的積餘就會 毒素就在大腸裡面積餘了 皮膚也都會出現痘痘或者濕疹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講我們的皮膚問題 就會關大腸經事 但是大腸經暢通排出到身體的毒素 皮膚就會自然變靚了 就不容易抖抖抖了 不容易有斑 大腸是人體的第二條經絡 大腸經 和肺經我們就叫雙表類 大腸就是六個臟虎裡面的虎之一 就是全道之觀 負責就是小腸的分輕續後 就是不要的東西 丟掉去的東西 吸收食物的殘渣 並吸取其中的水分 水液 再形成糞便全治大腸的末端 就是我們的直腸 排出體外 所以大腸經如果不暢通的話 就容易引起便秘 皮膚這些問題 而大腸經所接收肺經的默契之後 巡行的路線就會從食指的雙羊 月開始就去到手臂的陽面了 由頸部的大椎再前往鎖骨的粒陷的盤骨月 繞個肺穿到橫甲膜到大腸 而缺盤月的柱的分支就去頸 穿過臉頰經過牙齒 穿過人中到鼻翼的外側 巡行就是二十個月點 好了 那大腸經通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五間飯 如果你坐月的時候 我就試過吃五間飯 那乘乘乘乘乘不吃了 因為實在太睏了 在我的世界裡 我只會覺得 哇 很睏了 我記得陪月依依做了一些豬肉餅 不知五點鐘就叫我起來吃 所以這些人為何會覺得這麼好呢? 因為你是補回大腸的時候 中國人很喜歡吃的 但是你又倒回頭想 如果我們叫五間蝕瀉 五間你肚子的話 清神 那你的身體就真的很虛了 好了 大腸主要在頭面五官 我們一會兒再說一下它說的話 好了 大腸不通的症狀包括臉色差 皮膚經常過敏 敏感 容易長青春痘 出斑 流鼻血 牙韌腫痛 咽喉腫痛 口乾 肩頸前 和上肢側的懸痛 腸鳴 腹痛 腹射 便秘 其實在腦裏面 大腸是掌管我們的專注能力 有很多人 要小朋友極度專注 就是指控能力 就是在大腸的這個區域 我們叫做前鴨業 這個就是《自然條法》裏面其中一個 好了 首揚名大腸經主要頭面五官的問題 通常就是五點就開始了 所以最好就幫助我們的大腸遇動 所以你起床就最好喝一杯暖水 我們說的 Joanne經常說的 那杯暖水就要喝到口都暖的 就是不在室溫 另外就是你可以去廁所排便 養生的要點就是早起床的時候有排便的習慣 另外我們真的就會說敲打大腸經來保養 平時多吃這些蔬果 纖維來保持腸的餘動 好了 那我們怎樣敲打我們的大腸經呢 沿著大腸經的路線拍打每天一次 每次十分鐘左右 那手握拳 手心就向內 那指尖就由這個 由指尖 就是我們的手的指尖 我們手的 大腸經在這個位置 打去我們的營香穴 那兩隻手可以交替組 可以幫助血液循環 強化大腸功能 預防便秘 這樣敲打之後 就可以養羊 人家有養羊 人家有養羊 生津 就是我們的體育會好 跟著就是通腐 另外可以改善血液循環 抗衰老 特別是頸部的老化 頸很重要的 頸頂著我們的頭 我們的頭差不多保齡球那麼重 11磅 打通大腸經的五大好處 燒痘 美容護膚 大腸經不通 大便就會不通 就容易長出青春痘 另外改善我們的血液循環 改善頸部老化 第三就是強化大腸功能 預防便秘問題 第四就是改善肩頸痛 如果你大腸經 經過手臂 肩那些 手臂 肩那些 那就可以血液循環改善 如果你有熱的肩膚的話 敷下去更好 改善牙齒的疼痛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牙齒有問題 那就可以透過敲打來做牙齒保健 敲打經脈 著重一個通字 所以最重要是通 特別是每天的大小異變 小便暢通 大便就不能夠便秘 如果我們大腸經暢通的話 我們身體已經健康了50%了 好了 有三個月位 在大腸經是很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兩個手之間的 我們叫做 凹陷處 我們叫俠谷 那就鎮症止痛 通經抹血 清熱解表 那人家說頭臉俠谷修 肚腹三里球 俠谷是一個很大的月位來的 那壞癮就不要按了 另外就是曲詞 曲詞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打彎的手 這一點就是來了 這一點就是來了 疏風清熱 幫助我們排便 第三個 大家常常會RC都會用的 營香 鼻翼的外源 這個 通鼻孝 就是一些洞洞 散風邪 清氣火 這樣都很好用的 好了 那我們哪一種精油可以配合我們 用來敲打呢 這樣 那第一種你可以選擇羅勒的 羅勒又叫做地中海羅勒 是一個很重要的煮食的芳香植物來的 而它就很喜歡加在意粉裡 就當作醬汁的一個原料 很開胃的 它可以安撫我們神經造成的困擾 腸胃不暢順 原來你都可以用 Basal來做的 當然你要稀釋 如果你推一個大面積的 以芳香治療師來說 通常都是3% 但如果你說你推一個小面積的話 你可以用到1比10 好了 黑胡椒 就是black pepper 黑胡椒就是香料之王 又是現在的調味料 可以令人精神提振 皮膚如果熱 另外可以促進我們的血液循環 可以幫助我們處理一些肌肉的斑筋 在消化系統上可以改善我們的便便 脹氣 消化這些問題 好了 第三種就是檸檬香茅 檸檬香茅的葉子很細長的 就像一些雜草一樣 但它有些很特別的味道 它有些刺鼻的檸檬味 在東南亞國家很多時候都會用來煮食用的 特別如果你吃泰國菜 它可以促進食慾 和為我們的免疫力加油 所以你很多時候spa 你都會聞到一股檸檬香茅的味道 它可以激勵我們的消化系統 而它當中的化學分子全類 對於強化肌肉也有很大的幫助 好了 除了這些油之外 其實這一堆油 都可以幫助我們做一些大腸的保養 我們每款都是用來的 那種 每款 realization的 例如就是薑 我叫小benzor 可以用暖身一些 我們剛才要說的那個小 faisait 豆蔻 蜜蜜 芫荽 很名貴的香蜂草 又有一個芫荽 其實芫荽一個個就放錯了 另外就是檸檬 玉桂 有些暖的感覺的東西 回到來 Spermint 綠博河 然後就是我們的熱油 又是一些牛脂 如果用牛脂你就記得好好稀吃它 接著就是這個Purpermint 綠博河 吉仔精油 蜘蛛蜜 丁香 接著就是Patchuli 港霍香 Margarine 這個叫Margarine 忘記了 Margarine 接著就是Grey Food 這一類的精油其實你全部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大腸經的一個支援的配合的 你可以把它來配合我們的月位 甚至可以配合我們的烤打我們的大腸經 都是可以做到一個更加好的支援的 好了 今天我的大腸經 荒寮 大家好 聽到了嗎? 已經很快和你們present到 其實很好笑 說就說得很快 但是其實PPT我做了兩個小時 希望你會喜歡我們 馬格藍 謝謝你 謝謝你 希望你喜歡 我們整個經樂荒寮系列 接下來17號我就會上YL辦公室 講小孩子讀書 我也是一個婦媽來的 是不是? 剛剛妹妹考完事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 其實在小孩子讀書的世界 究竟有什麼精油可以配合到呢? 我就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我就妹妹考數學 那我就很正常 我兩點鐘就放在數學老師那裡 他有普習老師的 那我就放下了他 那那個sir很好的 他就幫我搞了兩個多鐘 就是減 總之他幫我溫光 他才交給我的 正常的姐姐 他都是這樣的 那我就4點3 4點3 就是兩個多鐘 那我就帶他走 那走的時候 妹妹就馬上說 嗯 很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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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說 那你吃不吃澳洲牛奶公司啊? 那他說 我不吃 我吃了通心粉 那我說 那不如吃鴿餅 那我不吃 那終於我們就去了 那我說不如吃雪糕 走出山林道的街口就是雪糕了 那他說 吃 那今天我們買了一杯雪糕給他吃 那吃完之後呢 回到家裡 就因為可能是個甜 他很硬睡 那也都不肯做 甚至乎呢 是肯定做錯 那我就很懶惰了 就是我心想 你騙了我杯雪糕吃 你就眼睡 那樣 那總之呢 那我就 拿了一支acceptance出來 那我就滴了在喉頂 滴了在他的後尾枕 那就是 就是 又是 就是 精油發揮時間的作用了 那15分鐘之後呢 就和我開開心心的開始做事了 那其實我也有很多這些這樣的case 就發生在我兩個女兒身上的 一個呢就 青春期啦 一個呢就是 就是 就是很狡猾的 就是整天 就是 就是哄了我把東西給他吃 就不ok的 就是後來又做了我要的東西 是吧 那所以呢 就這些小提示呢 我們就會在17號跟大家分享的了 那希望到時候呢 會見到你們啦 那好啦 今天我們的經樂方料到這裡為止了 那下次再見 這個月呢我就不會再講online的了 那下次再見 拜拜